日前,WTA正式宣布,罗马尼亚球员哈勒普将锁定2018赛季年终第一。 第一,哈勒普在2017年同样斩获年终世界第一的殊荣,正值赛季末尾。 我们不妨来回看下哈勒普的辉煌战绩,出生于1991年的哈勒普正值当打之年,尽管身体素质并没有那么优秀,但是他凭借灵活的移动,出色的变现能力和充沛的体能。 在WTA赛场上收获众多成绩,作为天生的红土能手,哈勒普在红土的战绩更为辉煌。 他早在2014年和2017年打入法网决赛,但是布迪沙拉波和奥斯塔彭科,收获亚军。 在2018年的奥网,他也打入首个印第大满贯,熬战三盘布迪莫斯尼亚齐,继续收获大满贯亚军。 在2018年法网,他同样打得非常惊险,尽管一路闯入决赛,但是在决赛首盘面对状态极好的斯蒂芬斯,哈勒普一时束手无策。 当众人以为哈勒继续收获亚军时,这位小个子球员开始爆发出无穷的能量,他开始提高攻击的比例,不断压迫对手,最终力转对手夺得生涯首个大满贯冠军。 值得一提的是,哈勒普在2008年的青少年法网夺得冠军。 十年后,他终于圆梦,截止到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,哈勒普的2018年战绩达到四十游胜十一负。 我们来看看他有哪些具体的亮眼表现。 哈勒普在中国深圳开启2018赛季,相信很多球迷还对那时候哈勒普身上的红色不赞助球服记忆犹新。 他一路战胜吉布斯,段宁营,萨巴伦抢,贝骨,斯尼亚科娃,斩获冠军,为新赛季开启好运。 在阿瓦中,哈勒普尽管叫万受伤,但仍一路击败埃亚娃,布莎尔,戴维斯,大班纳阿米,恰普利斯科娃,科贝尔打入决赛。 尤其是和戴维斯的紧胜盘,两人一直纠缠到15比13才夺得胜利,在打入决赛后,尽管熬战三盘,但是还是被沃兹尼亚齐击败,无缘大满冠军。 之后的中东和北美赛季,他在多哈战和印第安都打入四强,转入宏土战后,哈勒普打入马德里巴乔,罗马决赛,进入法王后,哈勒普一路击败众都高手。 里斯科,汤姆森,佩特科维奇,梅尔腾斯,科贝尔,蒙古鲁扎,斯蒂芬斯,夺得冠军,尤其是决赛手盘。 面对一向不擅长一地的斯蒂芬斯,哈勒普还是略微有些轻敌,好在罗马尼亚姑娘最终稳定心神,夺得最终的胜利,哈勒普的草地赛季打得并不好,并未参加热身赛,温望第三轮步的切数为出局。 哈勒普转入北美印第赛季后,哈勒普状态大好,接连斩获蒙特利尔和欣欣那奇两个大赛,但是,作为美网夺冠热门的哈勒普, 却在首轮不敌老将塔那批出局,这也为他之后的赛事蒙上阴影。 哈勒普之后只参加了武汉和北京两战,但分别在第二轮和第一轮出局。 究其原因,还是伤病赛作怪,不管怎样,哈勒普的2018赛季已经足够辉煌,世界第一的称号也绝对含金量十足。 哈勒普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预防伤病,让身体尽可能保持健康状态,这样才能在整个赛季中有长久的稳定表现。 下一站,哈勒普将出站莫夫科站,希望哈勒,有好的表现,加油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